這次跟大家再拍一次打攝影機的影片 這次的環境會再惡劣一點 因為這個帳戶會再差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 都是那五隻東西 如果大家留意到 其實就是 雷克斯... 雷克斯是聖物五 雷克斯和Echo是聖物四 Arcturpa是聖物五 對,五仔是聖物七 還有那些模組都不太好看 我逐個逐個看 薩梯就是爆擊回避率箭咀 生命三角 十字都是生命 然後就是圓圈有生命 然後其他的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那就三一四速度 八萬四血 雷克斯 雷克斯也是 箭咀是爆擊回避 有速度的 然後就是生命生命生命 那就生命算偏低了六萬六 因為最好就是七萬二三 就好一點 那麼速度二百八十六 然後就是Echo Echo Echo就要爆擊傷害和攻擊 之前也有說過 因為靠他招炸彈 他招炸彈爆擊了 招了一隻西牛 招了很多血 那麼就... 箭咀是速度 然後三角形是爆擊傷害 十字是攻擊 那就是圓圈生命 那麼其他的盡量盡力 越好越好 就是越高攻擊力越好 那接著是Ark Trooper Ark Trooper Ark Trooper 就是... 這個Ark Trooper 我就... 不知道跟之前的影片是否一樣 那麼... 他的十字... 即是他的箭咀是攻擊 但是有速度的 那麼就... 三角形有攻擊 十字有攻擊 然後圓圈是生命 然後其他的盡量盡力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砲台 打真實傷害的 他的砲台呢 是跟他的攻擊力去的 那所以呢 攻擊力越高越好 就不用他爆擊了 因為那個砲... 純粹是要靠... 那個砲台一路會幫手打人 是關鍵來的 那麼... 第二個關鍵就是Echo的攻擊力 那接著就... 五仔啦 五仔是...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是箭咀也要給生命 就...生命搭一點點速度都可以的 但是... 因為我找不到一些再好一點的模組 我唯有這樣搭 那麼就速度啦 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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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看到生命都... 不是全部都那麼高的 那麼其實... 五仔生命應該要過十萬的 那麼... 這裡也不算太理想的 那麼... 就... 開波看看啦 因為... 阿薩提攻速度不算太高的 那麼... 嗯... 盡大家能力玩啦 這裡也是要看情況的 那... 就... 一開波... 啊... 跟上次不同啦 上次的西牛就... 不知道為什麼不撞我啦 這次的影片是正常的 就是... 全部... 全部人都撞了西牛的debuff 那麼... 那... 就是... 嗯... 那麼... 盡量打死了兩隻B1... B2先啦 那... 跟著就... 阿薩提... 那... 其實砲台呢... 其實有兩個選擇的 砲台... 可以... 砲台... 可以... 砲台... 哎呀... 一隻很精神下去啊 是啊... 嗯... 砲台可以... 不好意思啊... 砲台可以... 嗯... 五仔或者雷克斯都可以的 那麼... 因為這裡... 其他人被人打啊... 五仔都沒有怎麼加回合條啊 應該就... 嗯... 那就... 跟著阿薩提... 用第四招啦... 用到自己那裡先啦 用到自己那裡保住自己的命先啦 那... 跟著阿... Echo... 有機會出炸彈又出炸彈先 不要理他 就算有幾個人 打一個人也好 打幾個人也好 都出炸彈 因為炸到西牛那裡很痛的 那麼... 因為正常打... 西牛打幾千的 但是炸到他呢 就會炸到兩萬多很多 那... 跟著呢... 就... 這裡就看看哪個小血 就補住他啦 那我這裡就選擇了 是... 補阿五仔的 因為怕阿五仔無故突然出意 就死了 那... 這裡呢... 嗯... 雷克斯... 雷克斯那個... 嗯... 人性提升呢 其實就有個方法可以用的 就是... 你要看看... 阿朱古菲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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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臨火... 放火燒你之前 你可以... 你可以... 用了引性提升先的 那現在呢... 到阿朱雅呢 就再... 再... 啊... 用第四招啦 用下去... 阿Echo那裡 等他... 你其他人普攻的時候 阿Echo會幫拖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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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攻擊力的人呢... 沒有攻擊力的人呢... 就打到阿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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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有一堆就需要她 不理會她 兩萬四啊 那個 noodles的攻擊率不錯了 那... 那這裡呢... 我可以呢... 奧 EN... 提升一下攻擊力了 那... 那你也看見阿k ruba不會硬 wrecked 了 很早超出戲了 已經被就死去了 那呢... 那 Häne... 我現在吧... 把炮台呢... 我會比Techo的 因為Techo會比較容易 那對啊... 那... 那... 就算他血量多也沒用 把炮台給Echo 接著就聽天由命 剩下的東西 現在沒有攻擊力的人 就像雷克斯那些 打JangleFact 現在Echo有一點攻擊力 射到西牛 看情況 就算他出第四招 薩提 薩提第四招 其實有消除西牛的debuff 但你看現在這套 Echo和薩提 都沒有debuff 其實可以選擇不出 雷克斯其實就 就這樣幫他回血 都可以的 你自行選擇 因為你幫他回血 回血又回保護 加兩人都加 好過你 用第四招回復 全部的防護 你看我這裡 回復了 雷克斯 雷克斯一直都 西牛的debuff 都沒有 不高過Jangle 變成一擊必殺不到JangleFact 現在繼續 又是有炸彈出炸彈 你看到扣六萬四 為什麼扣六萬四這麼多呢 就是五仔死了的攻擊力 加了給他 現在就 打倒JangleFact 好 接著呢 就剩下這些 有炸彈出炸彈 有陰性提升出陰性提升 因為 牛牛會打到你有暴露 一暴露了 血扣得很快 因為我們全部人的生命都比較高 暴露是打生命百分比傷害的 我會加速加下去 用第二招加速加下去 Echo那裏 然後 薩天好像沒有死 那 最重要的是 盡量 JangleFact不要太早殺 剛剛我早殺了一點 JangleFact 太早殺 你 比如 攻擊力低的人 沒有地方打 即是不知道打哪個人好 先保住Echo 薩天好像要死 薩天好像要死 薩天好像沒有死 那就行了 這條片就是這樣 希望幫到大家 希望幫到大家